但是金門這事情 到現在余波蕩一樣 這要問董哥 金門的董哥 到底怎麼回事 因為本來昨天第一時間 告訴我們說 金門的這個翻船 撞船的事件 彼此雙方在協商的過程中 相談甚歡 氣氛相當不錯 有達成協議 但是陸方要離開之前 突然告訴大家 真相都沒有公布出來 也希望要對相關人等 做一些處理 沒有想到 各自還有不同的政治 這些先宣傳 陸委會主委邱垂政 在記者會裡面 他直接講了 他說這件事情是兩岸 在既有的管道之下 持續溝通 大家說原來在賴清德的 兩國論之後 我們兩岸還有溝通的管道 還可以持續溝通 結果沒想到國台邁 非常緊張立刻跳出來講說 沒有 這件事情跟兩岸協商 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不讓民進黨 有趁機做宣傳的這個機會 那梁文杰更妙了 他還扯到九二共識 他說你看吧 沒有九二共識 沒有官方協商 不也把問題解決了嗎 意思就是說九二共識 沒有大家想那麼必要 他包括他也講說互不隸屬 有兩國的互不隸屬 也有兩個地區的互不隸屬 其實這說法是一樣的 管閉林只有一句話 就是我一切都忍 你不管罵我什麼 我都是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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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大家聽了 覺得有一點毛毛的 兩位從二月的時候 就不幸往生的這個大陸的漁民 他們的遺體一直躺在金門的人 這個兵庫裡面 但沒有想到 居然當地的殯葬業者 而且這位殯葬業者 許先生他有特別講 他雖然做殯葬業 但他從來不太相信這種通靈的事情 但這一次很特別 他說有一位退休已久的海巡的朋友 跟他講他被託夢 兩位大陸的這個朋友們 兩位託夢給他說 拜託我們是四川人 我們斯拉利亞 就是他四川人吃辣的 台灣金門的口味不辣 吃不適應 你可不可以找一點辣的東西來拜我們 結果他有去找麻辣鍋 還有包括一些重鹹重辣的東西 然後甚至還有專門擺了一罐的辣椒 後來對方就沒有再來託夢了 等於說這兩個靈魂 還在金門當時待了一百六十幾天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跟著回去 請問董哥 其實你可以看到 我們政府他就是 借很多事情來要達成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 沒有九二公司的基礎下 兩岸還是照樣可以談 蔡英文時代 那時候我們的遊覽車司機 把24個大陸客 把他封死在遊覽車裡面燒死 那時候我們就要求說 兩邊來談 就是要求沒有九二公司來談 我們用別人的生命 來做自己的人血處理 那時候對方沒有答應 所以這24個陸客的 在台灣的公祭典禮 蔡英文沒有到 卸任的總統馬上就到了 這個就是人性 那這一次的情況一樣 這一次他好歹就是我們海刑 把人弄死了 那弄死你本來就應該覺得有虧欠 結果你虧欠 可是我們的態度是怎麼樣 來談 大陸因為他也有家屬的要求 他們家屬也說能夠早點回來 所以你看國台辦對外講 說來的人是誰 他不是我們這邊在講什麼 錢周什麼什麼 不是 他講說那是紅十字會的 什麼顧問 他講的一定是民間的頭銜 所以他可以告訴你 這個沒有 那我們今天民進黨政府就裝神弄鬼 他們是讓這個事情偷這麼久的原因 他們越不出便 越不處理的話 越好處理 就民進黨是一個讓人家覺得冷血的政府 那配合金門的檢察官 金門的檢察官 大家可以看2月14到現在8月了 他有沒有任何處理 沒有 沒有任何處理 他只有前兩天來 因為現場要把屍體領走 他牽制說可以領走 只有這樣而已 那這個案子要查那麼久嗎 台灣的司法是獨立的嗎 沒有 第一個時間管閉零送 我們已經交給地檢署 所以我們不回答 所有事情和我們 地檢署什麼都不講 大家可以看到了 你就是台灣的司法 跟民進黨政府勾結在 在擺弄人家 這是很清楚的 那這一次為什麼會成功 金門很多地方人士去幫忙的 我老實講 那接下來幫忙還會怎麼樣 還會把我們在那邊 過去那個阿兵哥去釣儀 對不對 還有我們澎湖這個遺傳 這些東西都會亂回來 信鵬的 是 可是我們上綱到九二共識 信鵬這位是不是回不來 就是民進黨現在就是 就是一直認為說我得勝了 好像自己又有大公意見 用別人的生命來當你的功勞 這個黨的人血已經到了匪夷手勢了 我們其實 那他都不怕人家在天之靈嗎 這個董哥你怎麼看 兩位的這些大陸的漁民 託夢想要吃麻辣燙 冥冥之中 其實這些事情還是要相信 因為這個喜先生我也認識 他其實平常也是很鐵詞 沒有錯 你說這個殯葬業者許修生先生 是 那他其實在 他平常也很鐵詞 他處理這些東西也很久 但他說要接到這樣的 我覺得我也滿意外的 為什麼 因為這兩個的確是四川人 一般不講還不曉得他是四川人 他這兩個是四川人 他們講說我們要吃重辣 其實金門也有很多重辣 滿好吃的跟各位推薦 那就是說 我記得金門也有非常辣的東西 非常辣的 而且金門有好幾家專門做辣椒 好吃的不得了 那個辣椒拌在飯上就很好吃了 不用拌其他東西 我記得你們有類似鬼王膠那種東西嗎 也有 就是其實都有 金門也是一個很多地方的美食 都在這裡 這裡集中 那我覺得說當然 因為這一次被護衛上說 好像他們來偷縫還怎麼樣 我們也覺得說 最主要是把人 冰在金門太久了 你完全沒有人性 這個被人家講人血真是活該 因為你完全沒道理 你檢察官要查案簡單講 四個人兩個被你弄死了 結果這兩個猴的人馬上就送回去 請問一下就真信來講 活的人有效還是死的人有效 活的人會講話 死的人不能講話 你一直把他扣著在幹嘛 所以你在整個處理構成裡面 就讓人家接受你們台灣的司法 就在配合你們民進黨的政府 然後扣住我們的屍體 我們人的屍體來做要挾 這個就要不得 我覺得民進黨在政府 有那麼多人幫他 他得了便宜還賣乖 還去拿九二共識來收嘴 非常要不得 明明這種事情還有很多 這個事情我聽了也覺得 毛骨悚然 我第一次聽到 我們大家都以全世界覺得說 漫畫預知最厲害的是辛普森 但是我們台灣有一個畫家 比辛普森更加厲害 當然國防部昨天有告訴大家 說這個加拿大的護衛艦 行進了我們的台灣海峽 大陸那方面也講說 你這個是不是來破壞 我們台海的和平穩定 剛剛講到這個偉大的預言家 照片上這一位 他是退役的少校梁紹仙 他居然精準的預言了川普 他遠在2018年的時候 有這一本著作 燃燒的西太平洋 他畫了一幕川普被狙擊的畫面 就子彈撤過他的臉龐 這是2018年的創作出盤的話 就跟當時川普遇到槍擊的過程 一模一樣 一樣的角度 一樣的表情 一樣的狀況 大家非常吃驚 辛普森說他暗殺 還只是說他可能躺在 這個棺木裡面 但情節是一模一樣 這個人比辛普森還更加厲害 而且之前金門遇到無人機的時候 當時對岸的這個無人機 還派到我們金門的弟兄 往天看 他在2018年出的這本漫畫裡面 就已經有畫到我們金門這些弟兄 看到無人機非常驚訝的表情 手筆的無人機 這一樣是2018年的畫作 太厲害了 然後有一個預言是還沒有發生 但如果真的發生 真的會這樣嗎 他說如果真的發生打仗的時候 當國防部的情報官回報 說共軍有異常動作 準備要動武了 但當時的國民黨 國安的高層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子 你要讓國民承受多大的壓力 股市會暴跌 外資會撤離 社會不安 如果是這樣誰負責 等於說要做鴕鳥心態 真的會預言成功嗎 當然這個梁紹仙他有講說 因為他對局勢有做足的功課 所以預判後面就會應驗了 請教我一下 其實董哥應該沒有畫漫畫 如果董哥有的話 他通通都畫得出來 我不是說他不好 他確實厲害 梁紹仙少校 但他講得沒錯 他說因為他有做功課 2018年其實就已經有無人機了 對不對 那金門的話 又離一下門這麼近 所以你說 如果無人機飛過來的話 那我們哨兵怎麼辦 也只能看看他 你要把他打下來嗎 會不會擔心被當為第一級 會不會引發戰爭 所以就會猶豫 那我相信世界各國的漫畫 你去找 各個領袖 不管是什麼人種 男的女的 都有這種類似 我現在不是在diss這個梁紹仙 我說他預測的對 但是其實也不會只有 就是這樣子的內容 你去看其他的國家也都有 比如說日本 大家想說預測到說 安倍也會與此 這個就確實是國際的形勢 我們都要關心 那再來就是加拿大的那個 蒙特樓號的那個 我們都知道說國防部證實 可是觀眾朋友 你去看是加拿大國防部先講的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加拿大的國防部 自己在通過的時候 昨天晚上的十點半的時候 他直接發了新聞稿 給加拿大的記者 然後也在X上面 PO了他們通過台灣海峽的照片 所以是加拿大國防部先說 我們下來都比較被動 但是我要請教一件事情 這種狀況有可能發生嗎 真的要打仗 比如說之前飛彈飛的時候 我們是國安高層說不要發訊息 然後後來這個鍋還是國防部背 那有沒有可能真的要動我的跡象的時候 我們國安高層會說 不要嚇大家 不要嚇人民 這有可能發生嗎 你現在講這個狀況就是 明明知道有掌握 而沒有跟民眾公告的 不就是上次的那個 飛彈打過上空 裴若西事件嗎 那時候明明打到花蓮 也沒講是日本 後來到晚上 日本自衛隊 他公佈了那個衛星的那個 就是整個路線 我們才知道原來飛彈 有經過台北上空 那這個講的內容就是一樣的 那他在軍中 他當然有他的掌握 那我不知道現在目前 我們的國安會跟總統 他是不是在遇到兩岸 有軍事緊張的時候 他會選擇跟民眾直接講 還是不會講 那我請教一件事情 譬如說經濟學人 在這個權威的這個媒體裡面 他觀察到了一件事情 他說中國大陸 他們在糧食自產的這個方面 2000年到2020年 自己率是93.6% 往下墜 墜到65%而已 但是他們現在有個目標 要囤倆 要囤到2032年 要達到90% 天然氣2020年 本來是150億立方公尺 明年的目標希望可以飆升到 550億立方公尺 原油2020年17億 這個時候大概是17億桶到20億桶 現在平均每天增加90萬桶 希望在今年到現在為止 可以增加到13億桶 等於說他囤倆 又囤這些戰備的石油 那這些情資 我們的國安高層有沒有掌握 國安高層有沒有跟人民來解說 習近平講這個是現實狀況 就是中國大陸在囤油囤糧的部分 確實在增加 但這也不是秘密 因為你看這兩年的兩會 我記得應該是去年還是前年吧 習近平在兩位當中還要講 固好錢袋子 然後要裝滿菜籃子 他就發現說很多的用地 中國大陸用地 沒有種菜沒有種那個 連樹木他都把它種回來對不對 他就希望糧食要夠 那糧食要夠就有辦法應對戰爭 這是確實 高層強 廣積糧 但是糧食要夠就代表 他一定就要馬上打台灣 這不是等號 也就是他認為說 當我是一個世界強國 我的對象就是美國的時候 像美國的戰備存油 跟相關糧食也很多 就他有這個準備 因為過往在經濟發展都發現說 我們的糧食怎麼 自給率越來越低了 不行 所以他把它拉回來 讓他能完全自主 然後油要存很多 所以如果真的發生 比如說如果美國跟中國打 打起來了 他要有能力 所以他會準備這個 那我們當然不是很樂觀 說我們不要怕 但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不是說他在 他在弄那個天然氣和糧食 所以明年二零二節打過來 這不是等號 就他有能力打 但他不一定會打 只是說我們這個政府 會不會及時告訴我們 充分的真實的這些資訊 那另外一個基隆市 現在有這個拆糧的活動 就是要罷免謝國良 那謝國良被拍到一個畫面 就他們自己在直播的時候 他在這個火車站外面 做這一些相關的直播 就沒想到台鐵的工作人員 就走出來跟他講說 不好意思 我們這邊不能有 政治上的這些活動 就把謝國良請離開了 有這個聯合報就有個問題 就是說你台鐵標準 是不是應該一致 因為另外一方 拆糧行動的這一些民眾 他們就有到火車站 而且不只是基隆火車站 七堵火車站也有去 甚至這張照片裡面 寫的就是八堵火車站 為什麼他們就可以在那邊 現在有說 因為台鐵有接到檢舉 所以他們針對謝國良 那這一些志工有特別 站在火車站外面的人行道 他們有特別注意 現在也發現說有民眾不斷的 在謝國良的直播裡面 尾隨他也好 或者是嗆他也好 配合這個直播裡面 開始去跟著他的活動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陳佩琪 他其實是沒有加入民眾黨的 但是他考慮要加入 我們先針對著這個基隆的事情 請教董哥一下 你怎麼看 因為民進黨現在 對他的支持者 有分好幾種態度 一種態度就是說 我可以很無恥的去挺你 讓別人直直點點 台鐵就是一個例子 台鐵就是一個例子 為什麼 大家過去記得在罷免韓國瑜的時候 台鐵也是開加班車 是不是 開加班車讓大家去回高雄去投票 所以大家不要相信民進黨那一套 也不要相信霸良團體 和民進黨沒有關係 那種要問過是非 然後顧不宜政的這些講法 其實大家都不用 而且我看謝國良也不是在暫停內 他是在門口外 我是覺得這到底哪裡不行 他就是要給他攔看 就是說你不准 也要跟民進黨表態說 你看謝國良我們照樣敢擾他 即使在基隆 謝國良是地頭蛇 我們照樣敢他 那我們先恭喜那個站長 對 那你將來 你將來就一路升遷 大家可以看到就這樣 那我覺得說霸良這個活動 其實當然跟民進黨 非常大的相關 他最主要就是 那個東岸廣場的問題 那個問題最後就會牽扯到 就是前一任的林友昌 你為什麼是這樣 這種便宜形式的 讓他又去蓋二三四樓 這些其實都該檢討 我們也沒聽過什麼司法單位出動 或怎麼樣 這個其實都是有問題的 那我們今天看到謝國良這個事情 他現在變成民進黨的一個標的 就是說我現在在國會 跟你們已經弄上了 大法官幫我們 我們接下來的行動就是 把謝國良給罷免 我們把高宏安給他判有罪停職 就是說這兩個都很不很秤職的 一個就是趁著我們新竹這樣 把我們新竹拿下來 一個基隆明明我們該選贏的 我們蔡世英應該選贏你 怎麼謝國良選贏 所以我們就把你罷了 民進黨簡單講就是這樣 就吐一口咽去 吐一口咽去 跟世英來報仇一樣這樣子 是 他就是給他支持者交代說 你看這些 他的作法就是當然 就是要大動剛哥 大家一起來 所以這個讓人家匪夷手私 當家自己都要作亂 這個國家怎麼會安定 另外這件事情我們看到 剛剛講說陳佩琪突然間告訴大家 他認真思考要加入民眾黨 他這裡有很奇怪 他說因為他退休之後 沒有了公務員身分 既然是這樣的話 應該可以加入民眾黨 而且順便可以告訴大家 民眾黨也是有長輩的 不是只有年輕人 蔡壁如說他可能要奉獻他的力量 但很多人在講說 因為科目者是不是真的要被針對了 說九月開始要辦他 所以是不是要預防 他的老公出狀況 他還可以輔助民眾黨 另外一個 黃建廷在昨天突然告訴大家 他說朱立倫接下來 不會跟盧秀燕爭 國民黨的黨魁 因為黃建廷跟朱立倫的立場 這個關係大家都知道 奇怪 怎麼會突然講這句話 而且後來到了下午 他又出來講說 沒有 這不代表朱立倫的立場 僅代表我個人的意見 到底怎麼回事 請教偉岸 我先講陳佩琪 因為其實他本來就可以加入民眾黨 他以前在這個醫院做事情的這個過程 其實不會有什麼影響 就不要把這個帶入就好了 那他之前的說法是他不需要 就是來當民眾黨黨員 可是他現在突然說要加入了 我是沒有辦法判斷通電差別是什麼 可是當然他有權利 第二個就是你不要以為他加入了以後 柯文哲出事 他又不是加入就變副主席嗎 如果是的話 但也不妥 那是他太太 所以我覺得他加入只是給他老公加加油 就是說我也來支持 我也是民眾黨的議員 就是這樣子而已 如果柯文哲真的最後遇到了這個三大案 包含大家講說你是不是突利什麼 他自己講說沒有 我只是嘴巴講講 我不認為我有任何違法 OK 就無罪推定 希望大家都能過關 但是一旦如果啟動了這個調查 時間的長 可能好幾年 那會影響到他2026跟2028的動能 其二 盧秀燕選不選黨主席 我目前還真看不出來 我覺得他選的機率應該不低 但不是百分之百 因為如果他有意要選2028的話 那在這種時候 這個建廷哥上次去上節目的時候 講說你以為這個朱立倫一定要爭取嗎 才沒有這回事 因為當時都有報導 但他是秘書長 你又不是說你只是一個對不對 一個市議員或是什麼 所以大家會認為那是朱立倫的意見 那他中間隔了好幾天 就變成昨天又改口說 沒有啦 我沒有問過他 那既然沒有問過他 我也不能代替澳洲講 他喜歡吃什麼 就他自己講就好了 所以大家會解讀說 他那時候的說法是 我以 你也以為朱立倫很想當黨主席 不 你就來了 一個月要三四千萬 其實他可以不用選 因為朱立倫繼續選 也會支持他選2028之類 類似是這樣 可是 可是這個東西邏輯不通 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讓盧秀燕直接去做黨主席 然後選2028就好了 或者是他是要告訴大家說 盧秀燕跟朱立倫有合作默契 但我覺得 如果盧秀燕最後決定要選 我總有一個結論 如果盧秀燕決定要選 不管朱立倫選不選 或者是站到來沒有派人 張小宗老師選不選 就是盧秀燕會當選 國民黨支持者 通常會把那個所有的希望投射在 可能奪回政權的人 比如說2005年的馬英九 所以所有黨員就會全部支持他 比如說2016的時候找不到人 結果洪秀珠跟韓郎兵都選出誰 選出吳敦毅 因為當時吳敦毅是副總統退下來 結果他們不會選一個人去支持就對了 那現在這個狀況看起來 如果盧秀燕他覺得 我要顧黨務 然後2026我要服選 全台澳現場選得好 然後2028繼續選下去 當然他不會宣布了 大家把他投射就是 未來讓國民黨成為執政的那個人的話 他就一定會當選當主席 好 講到選戰大家會揪心 但是講到 大家好 我是謝阿州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喔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謝謝 拜託拜託喔